HELLO 大家好,我是 Sam Sam 岑志勇 今集大家有两只股票上来,请大家细心欣赏 近期的市场真是一样 要找一些稳稳阵阵甚至有点升幅的股份的难度越来越高 不过刚好找到啤酒股或这些比较好的耐需股 其实它是会有个升幅在这里 再者,未来有十一黄金周长假期 中国人放假,家庭聚会好朋友聚会好最喜欢是什么? 先喝两杯,先吃东西吧 这些对啤酒的需求都有拉动 他们的销量也有望在十一黄金周的档期内有所提升 第一只想说的股票是华润啤酒编号0291 华润啤酒主要业务是从事制造和分销啤酒产品 集团在2022年中期综合营业额是人民币210.13亿 同比升了7% 期内高档和高档以上的一个产品销量大概是11.42亿 同比增长了10%左右 2022年上半年整体的售价较去年同期也涨了7.7% 整体的毛利较去年同比上升了6.9% 去到人民币88.78亿 毛利率也与去年同期持平 如果撇除了去年的特别因素之后 2022年上半年未计利息和税项前盈利和股东英占入利 分别教育年同期升了24.1%和27.8% 集团的股价率向好 升穿了10天和20天线 以及在金融科技系统里出现了讯号 现在市盈率大概是31.1倍左右 收益率是1.245% 集团的市盈率在行业里也算是偏高的水平 如果用35倍市盈率的估值目标价是60.5元 估计在8月18日反复升到59.328元 出了近期高位 之后就慢慢回軟 9月7日跌到50.4元之后 近期低位之后出现反弹 近期走势又好一点 重上10天20天线 以及一度重上250天线 即是所谓牛红分界线 有兴趣可以留意一下 另一款是青岛啤酒 编号0168 青岛啤酒主要业务是生产和销售啤酒 以及从事国内贸易业务 集团在2022年中期 实现产品销售大概472万千升 其中主品牌青岛啤酒 实现的销售是260万千升 实现的营业收入人民币192.7亿 同比增长5.37% 归于上市股东的利润 人民币28.5亿 同比增长18.07% 集团实现中高档以上的产品销售 166万千升 同比增长6.66% 和千升酒的营业收入同比上升6.5% 保持在国内啤酒中高端市场的竞争优势 在2022年上半年 受到新冠肺炎等等的影响 对市场的影响 国内啤酒行业实现产量是1884万千升 同比跌了2% 换言之,集团的表现是被行业为好 近日它的股价向好 升穿了50天 以及在金融科技系统出了信号 市盈率大概26.5倍左右 周息率1.7%左右 集团市盈率在行业中处一个偏高水平 但如果用30倍市盈率去估值 目标价可以看回85.7元 我看看股价图 青岛啤酒 估计在8月1日反复升到23.5元 近期高位之后 走势开始回软了 在9月7日下跌到68.5元 近期低位 我们看看图片 虽然跌到低位 原来一直守在250天线 即是所谓的牛熊分界线之上 而且近日走势已经开始改善了 上10天和20天线之上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做回利益申报 我是香港证监会撤牌人士 本人和客户都没有持有伤数估分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对我其他评论有兴趣 可以去苗头搜寻我的名字 我是岑志勇